二年国际游泳世界紧要赛 在新加利复达佩斯继续进行 游泳和花样游泳两大小弟 大商的女孩 今晚期在中央伙伴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棒开播 该剧以全国优秀共产女人 时代开播黄文秀为原型创作 讲述了生意贫困家庭的黄文秀 在研究生毕业后 放弃大都市英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毅然回到家乡 奋战在扶持一线的动人世界 总台阳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 走进县城看发展 明天走进梅河口 到了18大年 梅河口陪育起医药健康 现在服务业等主导产业 形成了多种支撑 谢谢陶瓷哥的烟花 感谢陶瓷哥 和谐幸福的美好城市 5万站就是这个点赞点到5万 在美好城市 如今发生 如今正在以北欧美食会 夺回商量的必须成四个城市 意图夺回区域 乌克兰首都集图 今天多次传出爆发声 乌克兰议员龚掩瓷哥称 7岁和7岁交代约14名 反正打击 25号 德国民事在西班牙城的马格尔集会 反对即将在此主办的北约峰会 选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行情制造战争 北约 啊 Ogoboth in the Sunway 北约当北约在组织战争峰会时 我们在组织和平峰会 世界也属于我们 而我们想要和平峰会 北约系统紧的目的就是制造战争 从过去多年 北约在靠近俄罗斯边境进行的 各种集中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就看得出来 美国一直在要求本位国家 大幅增加军费 这些资金 不应该用来杀人 而是应该用于人道主义用途 25号 抗日活动起终前委 反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推翻各派前派对 在华盛顿的联邦最高法院门前 大批抗议者聚集 支持法院裁决的人群也来到现场 双方对峙气氛紧张 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 波士顿等 各个城市也爆发大队名抗议和对峙 不可抗议演练成暴力冲突 在阿奥瓦州西打拉执姬市 越南死驾车通过抗议人群 毅容受伤 我们看到美国兰州和红州之间的分裂 进一步加剧 民主党和共和党控制的州 将就去完全不同的决定 最高法院似乎只是在执行 某一个党派的政策 因此也失去了很多美国人的信任 老实说 这件事让我觉得 这个国家的未来很可怕 美国多地进入枪击平发 24号在芝加哥 一辆汽车遭枪击 车内连续比较大的民营 重大失明 阿富汗更部近日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上千人死亡 近3000座防疫被毁或严重受险 阿富汗民事政府代理外交部长 莫塔基 25号再次要求美国 归还阿富汗央行的海外资产 以应对立法严重的人道防灰机 阿富汗专家也支持美国 无视国际规则次第妄为 美国冻结阿富汗资产的做法 是对阿富汗人民利益和人权侵犯 是对国际公约国际规则的弱势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放完了 让我们先收看 更多新闻追讯请关注专业新闻 surface 明清闻 实在是你 如果你来餐 你做应留 这是你 你怎么想 这个变成 你们做 along 29rio 我任务 下眼啊 有有有 好 好 娃娃武安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唐辞科送来的 江湖哥你在呢 我教你怎么玩 玩这里好不好 谢谢唐辞科送来的跑车 欢迎爱心啊 欢迎我的幸福 欢迎小子 我们又 欢迎小子 好